聚焦国际热点追踪时事动态 欢迎来到环球观察室 我是雪丹 2022年的2月2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 当基辅上空响起防空警报 乌克兰多地遭到炮火袭击时 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恐怕还难以想象 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就此拉开了帷幕 俄乌冲突如今已经成为二战后 欧洲大陆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 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 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等问题 已经导致国际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原本底气雄厚的俄罗斯 在西方国家上万调制裁措施下 经济实力遭到了严重削弱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更是遭到空前孤立 乌克兰则从一个努力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 寻求平衡发展的国家 沦为埋葬北约和俄罗斯导弹的坟墓 数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还有数不清的军民在炮火中丧生 尽管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俄乌冲突 能够在一周年之际出现停火和谈的机会 但西方国家一边在乌克兰方面拱火交游 另一边集体对俄罗斯加码制裁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领会常任理事国 负责任地提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但却被西方国家认为没有站在正义一方 称中国是在偏袒俄罗斯 从美西方的姿态来看 他们仍旧不希望乌克兰危机立即出现缓和的局势 或者说实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 仍旧是西方特别是美国遵求的目标 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美国正在将手伸向亚洲 甚至想要在亚洲复制乌克兰危机 关于台湾沦陷计划 弃台论等消息的曝光 引发了台海两岸的广泛质疑 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 人们不仅没能看到和平解决问题的曙光 反而担忧冲突的外溢效应会加倍扩大 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场冲突正在带领世界走向怎样的混乱 当地时间2月24日 白宫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无人机 弹药等新一轮军事援助 并对俄罗斯实体实施新一轮制裁 拜登政府称 新一轮制裁将对俄罗斯和支持俄罗斯的 22名个人和83个实体实施制裁 制裁对象涉及俄罗斯金属和采矿业 金融机构 军工产业链 以及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等 包括第三方行为者 白宫表示 拜登还将签署公告以提高对部分俄罗斯进口商品的关税 五角大楼当天也公布了针对乌克兰价值20亿美元的长期安全援助计划 其中包括了新的无人机系统 能够提高乌克兰防御力量的反无人机系统和电子战探测设备 国防部指出美国正在采购这些装备 而不是从现有的美国军事库存中直接调拨出来 这意味着这些设备将根据乌克兰援助计划而制造 并需几个月的时间来签约生产制造和交付 由此不难看出 美国军工系统正借由乌克兰危机制造源源不断的需求 并以此创收 而被用来支付武器订单的20亿美元军事预算 最终还是将转换为美国国债中的天文数字 面对仍旧未解决的债务见顶危机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似乎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着急 他在24日当天发表的声明中称 美国对俄制裁将使俄罗斯难以补充武器 并且重创其经济 制裁表明只要俄乌冲突继续 美国就将一直坚定支持乌克兰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钱袋子仍将为俄乌冲突打开 而制造出的亏空 势必还将借由印钞发债这些老套路来让世界买单 届时已经被打击过的欧洲 还有众多被连累的发展中国家 恐怕会面临更加艰难的经济形势 除了美国 英国24日也宣布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 打击俄罗斯军工业 波兰则在当天交付给乌克兰首批暴使坦克 另外 欧盟也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十轮制裁措施 包括对军民两用商品实施更严格的出口限制 以及针对支持战争 帮助俄罗斯政府宣传 或为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的实体 采取制裁措施 面对西方来势汹汹的抱团施压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 西方国家正在为乌克兰局势火上浇油 在解决俄冲突问题上 俄罗斯目前需要的不是同基辅进行对话 而是同西方 首先是与美国进行对话 他说 我们认真的在准备寻求对这场危机的长期外交解决办法 但我们的对手还没有从打败一个核大国的幻想中走出来 西方武装基辅 希望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为了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霸权 他们不仅准备牺牲乌克兰 而且要将整个世界拖入战争 为了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中国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 不仅发表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还针对乌克兰危机提出了 政治解决这一危机的中国立场 但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方面 却对此发出了质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对中国提出的乌克兰停火提议 持保留态度 称北京作为调解人的可信度不高 因为中国未能谴责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恩则表示 中国没有与世界分享和平计划 而是分享了一些原则 他认为必须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 看待中国的声明 因为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通过与其确立无限友好关系等方式 表明了立场 他认为中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是偏袒俄罗斯一方的 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称 中国有关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声明 呼吁停火止战 启动和谈 表明反对单边制裁 但没有谴责出兵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 引起各界质疑中国对外宣称的中立性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中国提出的12点声明 不难发现 这12点当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尊重各国主权 毫无疑问 目前俄罗斯占领的部分地区确实属于乌克兰的领土 因此中方的这一立场 实际上是明确不认同俄罗斯现如今占领他国领土的行动 但在西方媒体眼中 他们反倒认为减少战略风险 特别是反对核威胁的中方立场 要比尊重各国领土主权更重要 不难看出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消除威胁自身的风险 要远大于尊重他国领土主权的重要性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西方在发动对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的战争时 丝毫不顾忌领土主权的问题 除了对中国倡议抛出不可信认论 美西方还肆意渲染中国特殊责任论 认为中国可能不希望俄国冲突结束 因为被削弱的俄罗斯只能依靠日益强大的中国 然而事实确实 如果俄罗斯长期陷入冲突陷阱 时续被美西方拖垮的话 将给中国带来更加不稳定的外部环境 对于中国长期发展 只有必没有利 与此同时 美国还跃跃欲试地在亚太地区搞事情 首先是拉拢日韩搞亚太版北约 之后军舰又反复驶入南海 更是借偶发的激光事件 挑起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的周边不断点火的同时 美国还生怕全世界向中国靠拢 愣是用战斗机击落中国气象气球 强行制造矛盾 升级中美紧张关系 迫使世界各国选边站 不仅如此 美国还生怕中国不会对台湾出手 想方设法拿台湾问题制造地区矛盾 日前更是由美国政府的智库太平洋论坛 出版了题为台湾沦陷后的世界格局的研究方案 这项由美国国防部赞助的研究 认定大陆必然实施武统或两岸必有一战 而在美军帮不了台军扛不住的情况下 利益攸关方要做最坏的打算 研究报告的建议不出所料的落点在 要加强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 建言美国政府要加倍对盟友的军事援助 考虑增强整个区域的防卫能力 还要考虑如何避免核武器在未来冲突中被使用 这一系列的建议几乎与我们看到的 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印证了美国要将台湾乌克兰化的战略目标 而美国媒体日前曝光了 拜登曾经提出毁灭台湾计划 现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当年担任希拉里·克林顿高级政策顾问的时候 也曾提出过弃台论 台湾被美国当作对抗大陆棋子的角色 已经尽人皆知了 美国还言二道零的说要维护台湾安全 扩大在台驻军 驻军人数也让人很是咋舌 预计未来几个月增加100到200人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对此评论称 如果大陆方面在必要时对台采取军事行动 这些美军将与抵抗的台军一起被消灭 他们届时还可以被视为侵略军优先铲除 纵观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和平与发展的概念正在被很多国家抛制脑后 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二个年头 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对抗很可能加重在过去一年当中 全球面临的诸多危机 如果各方仍旧无法从全球视角来看待这场冲突 持续为冲突各方拱火交游的话 接下来出现核战的风险势必将增大 即使谁也无法逃离战争的噩梦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格TV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见 多谢您的按照 刚才赖晓 衣服 已经成功了 好 真的 顺措置 更